我们看一下我身后的瀑布 一共出来去往八个乡的路上 现在没有信号了 开不了直播 我们只能看风景了 看一下视频风景 怎么样 太漂亮了 太美了 这就是一共大峡谷 刚刚就从这里进来的 从前面进来的 下面是活流 看到没有 然后这里有一个瀑布 景观瀑布 非常断观 非常漂亮 看到没有 哇塞 太漂亮了吧 哇 景观瀑布 真的非常漂亮 好高的悬崖 好吧 继续往前走 出发 朋友们 继续突发 继续突发往八个乡 还有二三四公里到八个乡 这一路的话 最怕的就是这种山崖落势 看到没有 路边上面有防护网的 它主要是地质结构非常松散 然后悬崖比较陡峭 如果是雨季的话 那就是确实是非常容易塌方的 第二四公里到八个乡 看着 一路比较 现在 颜新 都 需要 全部 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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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 ok 哇塞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条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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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这些 哈哈哈哈 太浪啊 哎呀 Yeah 哦 呀 哪里更浪 哪里更浪 那里根浪那里根浪 好了又走到一段好路上来咯 来吧继续表现 哎呀这路开着浪的面膜车走起来 确实爽得不得了啊 左边就是悬崖右边就是改壁 哎呀呀呀呀确实爽太刺激了 确实太刺激了哈 今天这种路还得得多啊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我的妈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路风光真的好啊 这里就是放这个去自卡村的这个山的路了 我看我这个车子的一口气能不能够冲上去 我相信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坡非常长非常大 主要就是沙斯路面 哇塞巴士的很啊 前面就是个大长风 哇塞 应该问题不大吧 哈哈 我这个车子走这种路就是靠到油门冲 坡很陡的这个坡 哎呀 哎呀 只要不打滑就不是问题 打滑的话就走不了了 而且一路西藏都雪山风光 外面有雪山风光 那你个狼狼狼的不是一般的狼 狼狼狼的不是一般的狼 这里是非常原始纯朴的一个村庄 也非常漂亮 周围就是雪山环保 目前的话 这条只能土路到这里 三四年之后 这条路可能才会通车 而且现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里的民宿的话是五十块钱一晚上 住宿非常便宜的 村里面有吃的 我就不跟大家详细介绍了 你们自己去一百度 我跟大家看一下风景就行了 确实太美了 磨砂手机拍着 前面的蜿蜒的山路上来 看到没有 对面的雪山环保 日卡村 我跟大家这样转一圈吧 这里就是中国传统村 日卡村 啊 太美太美了 确实非常美 来吧 看一下这个名字 日卡村 这个牌子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就算了 不拍了 这叫日卡村就行了 看一下 我跟大家周围绕一圈看一下 去年的视频里面 前年的视频里面 你们应该看得见 这里跟世界播来过这里的 这位就是雪山环保的村庄 这里的民宿很便宜的 五十块钱一晚上 现在路还没有修通 还没有正式成为景区 中国传统村落日卡村 这里的老百姓很淳朴的 非常淳朴的老百姓 来看一下这个村庄吧 这位就是雪山环保 太美太美了 真想在这个地方 带上个十天半个月的 特别漂亮 看一下这里还可以送青蛤的 这里海拔的话也不高 只有三千多一点 三千多一点的海拔 这里 好了朋友们 就 我要准备出发了 朋友们 拜拜 感谢朋友们的 关注点赞 谢谢你们 跟大家拍一段就行了 这里是卡村 非常美的地方 好了我们准备出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